各位民眾大家好 我是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曾平毅 今天在這裡跟各位要來說一個 我們在路口如果沒有劃分幹知道的時候 這類的路口通常是出現在兩條較小的道路交叉時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先定義這種的路口 叫做同為知道的路口 我們看右邊這個圖 什麼叫做同為知道的一個路口呢 也就是說這個路口 並沒有設置閃光的耗字 也沒有設停或讓的標誌或者標線 因為有的這些可以來一帳我們區分 它是幹到或知道 但是如果都沒有設施的話 各位可以看像右邊這個圖 都沒有相關的設施 那這種路口就表示是 我們同為知道的一個路口 那同樣都是知道的這一種路口 既然沒有劃分幹知 那它可能車輛來到這路口的衝突 大概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的話是最左邊這一個 也就是說有一部車是要轉彎 有一部車是要執行 也就是轉彎車跟執行車的關係 第二種情況來講是 兩部車通通都要執行通過這路口 也就是這個藍色的線 第二個圖的部分還有一個 同樣都是在這個路口 其實它都要左轉彎 那這種的話其實也是可能產生衝突 那第三種的情況就是最右邊的這個圖 我們對向有轉彎的車子 兩個一個是右轉彎一個是左轉彎 但是它卻要進入同一個車道 那這樣的話誰應該有優先的通勤權 同為知道的這一種路口 我們根據法規其實可以按照以下這三個方式 來判斷不同情況之下的通勤規則 第一種是轉彎車要離讓執行車 第二個是左方車要離讓右方車 第三種是要進入同一個車道的轉彎車 右轉彎車應該要離讓左轉彎車 首先是第一個情況 這個圖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並沒有設置號制 或者是閃光號制 地面上也沒有標誌 然後也沒有放在路車的那個Sign 那個叫做標誌 所以這是屬於同為知道的一個路口 那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右邊的這個A車是要右轉彎 B車是要執行 那誰有優先的路權呢 那根據我們的第一個法則 轉彎車要讓執行車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應該是A車 轉彎車應該要讓執行的B車先行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來講是 左方車要離讓右方車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民眾都不太知道 什麼是左方車 什麼是右方車 事實上這是相對兩部車的位置而言 從這個圖各位可以發現 是有A B兩部車 A是在B的右側 B是在A的左側 所以相對的來講 B車是A車的左方車 而A車就是B的右方車 這是A B兩個部車的相對位置而言 但是各位可以在右邊也看到一部車是C車 那C車對於A車來講 C是在A的右方 是它的右方車 A是在C的左方 所以是它的左方車 所以A跟C也是這樣來劃分 那這裡面我們也看得到B跟C 那它們是什麼關係呢 其實它是對向要進入這個路口 我們說它們兩個其實是叫對向車 左方車跟右方車其實是相對性而言 那我們的法規寫的是叫做 左方車要你讓右方車 我們接著來看下面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沒有設置耗製 閃光耗製或者是有標線 標誌劃分幹制到的一個路口 那A跟B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通通都是要執行 我們根據前面的一個通行規則已經知道 左方車是要讓右方車 但是A跟B誰是左方車呢 各位可以發現 A是在B的右方它是右方車 B是在A的左方 所以是左方車 所以左方車要讓右方車 A就有優先的通行權 再來第二個情況就是 各位看看這是路口 兩部車都是要左轉彎 但是也沒有發現有耗製 閃光耗製或者是標誌標線來劃分幹制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A跟B雖然都是要左轉 但是B是在A的右方 而A是在B的左方 那我們知道左方車是要讓右方車 所以其實A就應該要理讓B 右線通行 所以這是同為左轉彎車的情況 接著是第三個部分 我們要談的是對向行駛而來的轉彎車 它兩個都要進入同一個車道 那誰會有優先的路權呢 A車其實是要左轉彎 B車是要右轉彎 這兩部車要進入同一個車道 我們的法規現在的寫法是 右轉彎車是要讓左轉彎車先行 它可能最大的理由 第一個是 右轉彎其實它的視野比較OK一點 因為右側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相對A車來講是這樣子 但是相對的A車也是一樣 它要左轉彎車 它要面對對向來的可能的執行車 也有面對其他的車流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要在路口裡面曝光的情況也比較多 風險也相對較高 所以我們在法規上我們現在是規定 右轉彎的B車其實是應該要讓左轉彎的A車先行 我們接下來有幾個問題來考考熊平安 熊平安老師問第一個問題 在這一個路口機車要右轉彎 而汽車是要執行 那是汽車要讓機車還是機車要讓汽車 要選汽車它是執行車 擁有優先通行權 嗯答對了 執行車是有優先通行權 老師問第二個問題 在這一個路口 A機車跟B機車都是執行車 這是一個同為都是知道的一個路口 請問誰有優先的通行權 這題我會 A機車是右方車 所以有優先通行權 答對了 機長 接著老師問你第三題 第三題是A機車跟B汽車 通通都是左轉彎車在同一個路口 而這個路口是都沒有劃分剛知道的 都是知道的這樣路口 那是A機車還是B機車是有通行權 要選A機車它是右方車 所以有優先通行權 這個圖顯示A車是右方車 所以它是有通行權 你又答對了 很乖 接著來問第四個問題 對象使來有兩輛車 都是轉彎車 一個是左轉彎 一個是右轉彎 要轉入同一個車道 請問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應該誰有優先的通行權 這題我知道 A機車是左轉車 它有優先通行權 答對了 因為我們左轉車是A機車 所以它有優先的通行權 來擁抱一下 在位化分幹制造的路口 或簡略衝圍同圍制造路口 全部形象均無設置號制 及停讓設施的路口 其機車需依據行車方向 及相對位置 來判斷通行順序 更多資訊請上168交通安全入口網 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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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置